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据相关消息,北京时间3月16日 2022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继续进行 在女单八强席位争夺战中 来自日本的世界冠军石川佳纯登场 迎战中国台北,拼弹名将正义镜 首局比赛开始后,石川佳纯进入状态很快 发动猛烈进攻,很快就以7比5领先 关键分环节,正义镜主动上手反攻 石川佳纯顶住压力 10比8,首先拿到局点,没有错失机会 以11比8先胜一局,大比分1比0,取得领先优势 比赛很快来到第二局,双方拼得十分激烈 2比2开局,然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7比7平之后 石川佳纯开始发力,以10比7拿到局点 正义镜追回一分后,石川佳纯以11比8,再胜一局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局开始后,石川佳纯继续进攻,以3比2开局 随后,正义镜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后,正义镜背水一战,放手一搏 最终,正义镜以10比5拿到局点,以11比5颁回一局 但是大比分仍然1比2落后 第四局,正义镜发挥得不错,以11比8再胜一局 双方大比分2比2平,比赛被拖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很快到来,石川佳纯稳定了心态 开始发力,以3比0开局 接着石川佳纯4比1领先 5比1领先,最终,石川佳纯以11比1拿下决胜局 大比分3比2险胜正义镜,成功晋级女单8强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谢谢大家